哈喽大家好,我是普尔文 昨天早上还在几百公里之外的墨江谜地供茶园 昨天晚上就赶着上来了老班章 因为我要的老班章茶王帝旁边的那块古树茶地的茶叶做出来了 昨天晚上就住在老班章豪宅 现在在挑我那个茶的黄片 就剩这一点还没挑了吧 还有一点点,但这个没有能够 不知道是有多少功利的 不说这个黄片有一点多 对,秋茶的话黄片会多一点 这个是前两天天气非常好的时候 一天晒干的茶叶 不然的话没有这么漂亮的呀 对 做完这波茶叶都没有茶叶了 看这个天气咯 可能会发一点点吧 发一点 后面还有一点 后面还有一点 就不多 本身秋茶也不多嘛 对呀 本身秋茶也不多 但是冷起来的茶叶也发不起来了 对对对 这个就是挑出来的黄片 嗯 嗯 挑好的就很漂亮了 秋茶的老班章也是非常显豪的 马上就剪完了 加起来可能十公斤都没有 就这四小袋 可能差一点哦 这一箱都没买嘛 要不要加吗 加哪个 加哪个 不要加 滚在一起就不好了 哈哈哈 那你想要什么去我给你加 我不要 不要不要 就这块地的 这个是茶往地旁边的那个 对啊 就这一块地的 有多少就算多少 看着不像 看着不像 不像不像 这个 这一箱的这个干茶摸起来都 更轻一点 没有那种厚实的感觉 你别看这箱好像还更白一点 牙头还更多一点 这个是浑彩的 所以看起来还更白一点 牙头还更多一点 现在称一下 看一下有多少公斤 8公斤 肯定有8公斤 没有 6.9 哎呀 太少了 才6.95公斤啊 这就是今年的秋茶老板 装补醇料了 秋茶就是量太少了 好了 现在来喝一泡 我的老板张秋茶古树 这个老板张的秋茶 它这个挂杯 是非常浓郁的花蜜香 春茶的时候 它这种香气是非常浓郁的 兰花香 所以它跟春茶的香气 还是有一点点区别 但是也是非常的香 这个老板张秋茶的汤色 也是非常的漂亮 金黄透亮 这个秋茶的古树 茶汤入口 甜度 会感觉比春茶的时候 更好一点 但是它的苦涩味 不会特别的重 茶汤的厚度 会比春茶更薄一点点 少了一点春韵 但是这个茶汤的饱满度 还是非常的不错 露口 有一点苦涩味 但是化得非常的快 回甘神经非常的持久 现在整个口腔两颊的神经 都是非常不错 这款茶汤一露口 甜度就更高 苦涩味没那么重 这是因为它这块茶地的苦茶 比较少 所以它甜度更高 因为老板张它有分苦茶甜茶种 是吧高叔 这一块地的茶会更偏甜一点 这个阳光更足一点 阳光更足一点是吧 我感觉这一个茶它的滑度会更好 更饱满一点 其实茶王地的下面来的不好 茶王地的那个往下面来的 那个好像是很苦 听他们说是吧 阳光不足啊 哦阳光不足 对对对 那边的茶的话应该会 色味苦味更重一点 那边这款茶也反不足 因为那个 这个最高的一个山头吧 你看到时候看得见 那个最高的 大家在这里看得见 嗯 这个从早上到晚上 下午一直都晒 阳光特别好 阳光特别好 特别特别穿足 但是最常是有点 那个比那个其他 什么茶艺界还难看 难看一点 对对对 哪是难看一点 对 但是喝就最好喝 对对对 喝好喝就行 对 主要有些人是不是啊 有些人是看那个外头啊 外头啊 对对对对 喝你什么也不说 喝就行了 对 但是在这里懂茶是喝就行了 对 所以其实 你不懂的那些是 看了吗 对 这个茶的茶气还是非常的不错 虽然它是秋茶 茶汤入口以后 它的这种茶气 体感都是非常的明显的 老伴家的茶就是口感层次 非常的鲜明 六七泡之后 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苦涩味了 回甘 生津 还有茶汤的甜度 都是非常的高 这个秋茶还是非常耐泡的 泡了三壶水十几泡了 现在还可以继续泡 好了 现在准备 把这个茶也搬回去 准备下山了 好了 现在准备赶着下山 明后天又要上去义务 那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就先拍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可以给我点点关注 点个赞评论一下 谢谢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